星级卵静 大家好 我是星展银行的周国威 欢迎收睇今个星期的星级卵静 看回港股今个星期的表现 主要集中的波幅恒指 星期一至四都是17000 到18000点的区间 暂时未能够突破 和企稳18000点留上 但恒指的表现是这样 科技股表现相对比较强势 看见科技都站在全州高位附近 星期四收市 所以有见及此 带科技股给大家留意一下 当中龙头股 腾讯自从公布了季度业绩之后 股价都显著走强 主要是业绩交到数 即使又说 面对一些大股东将货 搬入市时有机会 短线减持的风险 见到股价依然是获得追捧 可能因为业绩好 而且股值都够低 看回腾讯 已经企稳300元留上 今个星期亦会试330元 阻力 看回资金上 市场上来到330元这个位置 好淡看法都是比较分歧 资金追捧好仓主要是看好的业绩 还有见到股价仍然是相对的低位 做好的话可以留意 我们升舰一只 19566的价外 腾讯 Colin 这只腾讯 19566 在夏年 3月份 达到期 实际股价比较高 又挨近10倍 所以投资者如果短线 博腾讯 冲穿330元 可以继续发力 向上 可以用19566 这只Colin 去部署 潜在的升势 看法很淡分歧 淡仓也见到有资金关注 始终 腾讯来到330元 一至星期一至四 都已经在这个位置 顶了股价四天 如果 趁反弹高 想开淡仓 可以留意中期的腾讯 18434 这只18434的价外 腾讯 是夏年5月份到期 如果短线看 坦薄回落 可以留意 18434 留意一对 Colin做两手 准备的部署 脖高 关注 一股 薄 成